她是监狱风云中的大反派大屯 为人心狠狡诈 让人咬牙切齿 她是狱中龙中的兄徒马超 多次对男主进行报复 后来被男主反杀 她是丽王中的典狱长阿依 为人心狠手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最终作茧自负自食恶果 她就是曾被誉为香港演艺圈中 四大恶人之首的著名演员何家居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一生都在扮演反派角色的何家居 由于每次都把反派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她一度成为了无数观众心目中 对于反派角色的标准形象 每次当看到她在那些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时 她那嚣张跋扈的气焰 都让观众恨得直咬牙齿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生吞活泼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和荧幕上的她不同 在荧幕上坏到极致的她 生活中却是一个难得的大好人 现实生活中的何家居 不仅待人和善 还提携过不少圈内同行 其中大家熟悉和喜爱的 周润发 刘德华等圈内大咖 都曾得到过她的提携 只可惜 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好演员 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在三天输掉了千万身家 以至于临终身上只剩下几百块钱 更让人遗憾的是 由于眼镜恶人 加上天生长相凶恶 一生未婚的她无儿无女 死后不仅无人送综 甚至连墓碑也没有 一 何家居出生于1948年3月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她在一个普通家庭中长大 父母都是工薪阶层 家境很一般 和同时期的大多数演艺明星一样 何家居小时候的生活 过得并不是特别好 每天放学后 她都要帮着父母 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以此来减轻父母的压力 不知道是不是印证了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懂事乖巧的何家居 虽然小时候也贪玩 每天都和小朋友们 在田间地头奔跑追逐 怎么淘气怎么来 可她一直把成绩 保持得非常不错 立志要改变命运的她 中学毕业后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香港名校香港大学 可惜由于家境不好 家里没能力供她上大学 她最终只好放弃了入读香港大学的机会 放弃上大学的何家居 早早进入了社会打拼 她最初是到一家报社当编辑 由于当时年纪还小 加上是个新人 刚进入报社时 她只能干一些给别人端茶倒水的工作 幸亏她为人机灵 懂得察言观色 加上从小混迹在人群中 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 很快她就在报社站稳了脚跟 获得了正式工作的机会 从端茶倒水的打砸新人 到编辑助理 再到编辑 在她不断地努力下 何家居一步步地成长了起来 仅仅只干了几年 二十出头的何家居 就成为了报社的顶梁柱 甚至在业内也闯出了一定的名气 恰逢当时报社经营不善 老板准备出售 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的何家居 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从老板手里接过了报社 因此晋升成为了老板 后来在她的用心经营下 这家报社不仅起死回生 还让她赚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让她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可能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容易 又或者是成功后 结交了太多的猪棚狗友 何家居在报社的事业稳定下来后 慢慢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己 二 那时候正处于意气风发阶段的何家居 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过千万的身家 前途不可限量 加上当时她结交的都是一些拼命 在她面前说好话的人 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让她开心 久而久之 她自然忘记了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她当时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去潇洒快活 如何止醉金迷 为了寻开心 她甚至在别人的怂恿下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刚开始赌博的时候还好 她懂得节制自己 但随着时间越长 她越陷越深 最终无法自拔 直到有一次 她在赌场接连输了三天 这三天 她不仅把身上带来的所有钱都输了个精光 还把她辛苦打拼多年的两千万家产和报社 全输了进去 就这样 好不容易从普通人打拼成千万富翁的何家居 再次沦为了普通人 值得一说的是 输光家产后 何家居并没有因此变得一蹶不振 恰恰相反 当看着过去一直在她身边围绕着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去 她彻底清醒了过来 重振旗鼓的她再次开始打拼 只不过 这一次她的方向不再是报社 而是进入了演艺圈发展 早在刚接触报社行业没多久的时候 何家居就了解到 演艺圈是一个发展机遇非常大的圈子 只要足够努力 在演艺圈闯出名声的机会并不小 抱着这样的想法 她果断进入了演艺圈 和当初进入报社时一样 她从片场打杂开始做起 为她的成名梦默默努力 年轻时干劲十足的她 在片场工作时 对于导演和制片交代的工作 都事无巨细地去处理 每次都完成得特别好 很快地 她在片场拥有了她的一席之地 慢慢地 她除了在片场打杂以外 偶尔开始客串一些配角 虽说基本上都没有台词 甚至就连出镜的机会都没有 可她还是乐此不疲地努力着 与此同时 先前有着多年编辑经验的她 还利用闲暇时间写起了剧本 一些和她交好的导演得知后 都非常看好她 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 正因为何家居在私下里 一直不忘提升自己 后来机会来临时 她立马抓住了机遇 三 1975年 香港前飞图唱片公司老板 女星叶玉清的哥哥叶志明 眼看香港演艺行业兴起 她次之开了一家影视公司 为了可以迅速将影视公司经营起来 当时她面向社会网罗人才 一向眼光独辣的何家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马加入了这家公司 进入公司后 既会演戏又会编剧 同时对导演方向也有意向的何家居 立马得到了叶志明的重用 在叶志明的支持下 她接连推出了不少影视作品 1976年 由叶志明监制 何家居担任副导演的电影《跳灰》上映 该影片由当时的人气武打女星肖芳芳 以及陈兴、陈慧明等实力派演员参演 影片上映后 不仅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还成为了香港新浪潮电影的鼻祖 小事牛刀的何家居因此一战成名 在这之后 叶志明更加赏识她 力捧她又推出了不少影视作品 从1977年开始 何家居又先后参与了墙内墙外 蝙蝠等影视作品的制作 在这些中 她担任过编辑、制编人、导演等职位 虽说那时候 她基本上都待在幕后 可她的才华 却被充分体现在了这些作品里面 在这些作品热映后 她得到了无数圈内人的认可 不过 虽然那时候何家居在圈内发展得还不错 但要说真正 让她被大众所熟知的 还是她成为演员之后 四、1987年 指导过《大报复》、《阴阳错》、《爱神一号》、《龙虎风云》等作品的著名导演林领东 正筹拍由她哥哥林领南编剧的《监狱风云》这部作品 当时林领东邀请了朱润发、梁家辉等实力派演员 加盟了这部电影 在挑选剧中的《大屯》这个角色时 她想到了参与剧本构思的何家居 最终让何家居出演了这个角色 后来回忆起当时为何会选择出演《监狱风云》这部作品时 何家居表示 林领东找我编辑一下剧本 然后跟我说这个角色非你不可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拍摄的过程中 何家居把片中《大屯一角》刻画得特别好 无论是她的演技还是对角色的把控 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后来影片上映后 何家居凭借着这部剧一战成名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 虽说她在片中扮演的是一个反派 很多观众在看的时候都对她咬牙切齿 但大家都被她精湛的演技给实力圈粉 除了凭借这部作品走红以外 因为这部作品和周润发相识的她 私底下不仅和周润发成了关系莫逆的朋友 为了提携周润发 帮助周润发发展 她还成为了周润发的经纪人 后来在她的帮助下 周润发接连拍摄了不少大众熟悉的影视作品 一步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气演员 与此同时 她当时还担任过刘德华 谭永林等香港著名艺人的经纪人 这些人同样在她的帮助下发展得特别好 不过 自从凭借《监狱风云》这部作品意外走红后 何家居更多的心思还是在演员方面 5.拍完《监狱风云》这部作品不久 何家居接连又拍摄了《玉中龙》 《上海皇帝》 《飞狐外传》 《龙之家族》等影视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 她扮演的角色无一例外全都是反派角色 每次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在这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 何家居一直活跃在香港演艺圈 接连又出演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从《霹雳先锋》中的苏谷 到《立王》中的典狱长 再到《大冒险家》中的布波尔将军 以及《罪权三》中的袁世凯等等 把这些角色都刻画得入目三分的她 尽管都是配角 而且都是反派 可她引起的关注 一点也不比一些影视作品中的主角差 甚至可以说 在她参演的那些影视作品中 正因为有像她这样的配角 最终才给观众呈现出了视觉盛宴 一直在演艺圈发展的何家居 直到2004年 在参演完《跑步威龙》 《新人肉叉烧包》 《灵异鬼世界》这三部作品后 她才淡出了演艺圈 在这之后 何家居一直没有再参演新的作品 也很少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虽说她偶尔会受邀参加一些活动 回到内地参加商演等等 但基本上都非常低调 很少引起大众的关注 这位给观众带来了 无数优秀作品和经典角色的 实力派演员 就这样淡出了荧幕 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六 淡出演艺圈后 何家居一直在低调地 过着自己的生活 由于受到她在那些影视作品中 扮演的恶人形象影响 身边一直很少有女孩子敢靠近她 因此她一直没有成家 一生未婚 对此她年轻时也非常苦恼 但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 她最终也释怀了 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过得挺好 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年轻时身体一向特别健康的她 也患上了各种老年人疾病 尤其是糖尿病 一直困扰着她 2015年初 被病魔缠身的她 在66岁这一年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 她的病情一直很不稳定 多次哭着闹着想回家 2015年1月26日 在她的病情稍微好转后 在她的多次要求下 医生同意了让她出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到了 年轻时的义气风发 她和当年一样去了赌场挥霍 最终将多年演艺生涯 积攒下来的上千万家产 再次输得一干而尽 2015年1月27日 卡里只剩下几百块钱的何家居 因病离开了人世 享年仅66岁 由于她一生未婚 无儿无女 临终时 她身边只有生前养的一只狗 和她相伴 在她死后 由于无人给她送终 她生前的圈内好友 便纷纷伸出援手 给她办理了身后事 和她关系特别好的 香港著名演员曹查理 在给她办理完身后事后 考虑到她无儿无女 以后没人去祭拜她 建议将她的骨灰 撒在纪念花园 而这也意味着 无儿无女的何家居 死后连墓碑也没有 就这样 这位年轻时风光一时的 实力派演员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七 其实作为一名演员来说 何家居还是非常不错的 无论是演技 还是她对每一个角色 内心和形象的把控 都恰到好处 虽说她这辈子 扮演的几乎都是配角 可她和吴梦达 吴马 董彪等黄金配角一样 用甘当绿叶的精神 给观众带来了 无数优秀的作品 而且大家都知道 何家居虽然在那些影视作品中 并不是主角 可在生活中 她把自己的主角人生 过得特别好 只可惜 由于受到病魔缠身 年轻时风光无限的她 最终却落得一个 无人送终的凄凉结局 这一点真是太令人唏嘘了 如今 距离何家居病逝 过去了八年 虽然很多人 可能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 但对于她生前扮演的 那些角色 肯定依旧印象深刻 对于喜欢和支持她的人来说 大家会一如既往地 去支持她过去的 那些作品和角色 通过这些作品和角色 去怀念她 毕竟 作为一名演员 她值得大家去喜爱 最后 但愿天堂没有病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